他对你很好是吧 是的 平时都对我还可以 那你干嘛要来呢 因为他 以前对我还是可以的 但是他经常和其他女人搞暧昧 那我不法忍受 我感觉这样 挺没意思的 我今天是来和他想分手的 那就分呗 为什么不分呢 我很爱他 想不得他 想不得他 但是你还暧昧着 总会犯些错吗 我希望他能原谅我 怎么了 我感觉这种事情我不能接受 因为之前 不是我们在学校附近认识的吗 然后当时他摆地摊 对我就一见钟情 然后就开始追我 他给我的地印象也蛮好的 还蛮高蛮帅的 所以说就答应了他 然后摆地摊站到经营 他就不能在那里摆了 然后他就要找商铺 当时在我们的地下商场 找了一家地段比较好的 他以很低的价格 就租到了 我其实还蛮佩服他的 但是没过几天 他就去深圳进货 回来的时候 给我带了一根 很贵重的项链 然后当时他根本没有什么钱 我就很怀疑 这个项链是怎么来的 我给你带项链 你不是挺高兴的吗 我喜欢你才能带项链呢 但是之前你根本没有什么钱 你怎么给我买的项链 我那个钱不是跟朋友一起 你不是钱都进货了吗 还有哪里来的钱 到底是谁去的呀 跟谁打赔呀 那边的人都不认识好不好 我不是跟我商链的那个老总一起过去的吗 别提你们老板 上次你说你有事情 让我去帮你看一下店 到你的店里 隔壁的大妈就过来找我聊天 还阴阳怪气的说 哎呦 你男朋友还真有本事啊 说什么 连一个老女人都能搞定 还去了香港什么的 你不能相信他呀 你什么时候去过香港的 你是相信他还是相信我呀 是吧 你乱听他脚舌根 无风不起浪好不好 他哪个眼睛看见呢 你是相信他还是相信我 我在外面去啊 挣了钱回来 我还给你买项链 这是我喜欢你好不好 喜欢我 是啊 我心里面有你 我才给你带的嘛 那这个项链 你当时都没赚钱 不是他给你的钱 你哪里来的钱呢 我跟他一起出去吗 所谓的劳务费嘛 对不对 我不可能白出去呀 是不是 天上掉线饼啊 劳务费这么高吗 那跟项链的架子不肥 好不好 大体听到这儿 我基本弄明白了 你是怀疑他跟他那个商铺的老板之间有暧昧 是这意思吗 是这意思 那有还是没有呢 兄弟 没有啊 怎么有吗 我跟他 就是 隔壁大妈就说的 你们两个单独去的 你还在狡辩 隔壁大妈说他们俩单独去哪 香港 还去过香港 对 是吗 是 进货去了 是 他没有老公吗 要你陪他去吗 他肯定有老公啊 他老公出差了而已 他老公出差 为什么明明有选择你啊 那跟项链不是他送给你 然后再送给我的吧 或者是你买来送给他 不是不是 真的是我自己挣钱给你买的 你相信我好不好 那你说一下上次微信的事 微信的事 你别说微信的事啊 自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他就一直不相信我 他就背着我 就是我手机要是不在的时候 他就他就偷偷拿去翻 你是我男朋友 难道不可以看一下你手机 没有啊 我没有说不然你看 你看的时候你不用背着我呀 你直接说呀 明说就可以了 你看到什么了呀 里面发了什么 亲爱的你在干嘛 然后我再查了一下 前面的聊天记录 说什么亲爱的晚安 反正很肉麻 然后说睡觉没有啊 洗澡没有啊 晚安 反正没一晚 然后电视的发 这个事情我要给你解释一下啊 当时是这样的 因为我当时 不是刚好遇到一点瓶颈 资金周转不灵 然后像旁边那个人 就是一个姐姐 借了五万块钱 然后呢 她当时呢 跟她老公呢 说一点问题 就是让我呢 跟她就说发一点短信 就刺激一下她老公 其实什么事都没有 然后她可以帮我五万块钱 延迟一点还给她 就是这个意思 就刺激一下 就是这个意思 真的 我真不骗你 关键是你们有一个月的聊天时间 你这个就叫刺激吗 这明明在刺激我好不好 不是去香港那个大姐是吧 不是 另外一个大姐 对 借了五万块钱 你什么时候借的五万块钱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什么事不能都告诉你吧 我遇到了瓶颈的资金骤转不灵了 我只有自己想办法呀 对不对 行 还有别的吗 有 她说这些都是我听说的哈 你还见过 不是我们同学见的 有时她去逛逛街嘛 然后就回来给我想 给我讲 她说 让我小心一点 她去商场逛街 然后碰见我的男朋友 在那里玩着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然后一起逛街 亲表姐 亲表姐 对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一个姐姐啊 你的亲戚 我见朋友 我都见得差不多了 她 她在外地打工 好不容易才回来一次 那当天你为什么不约我一起 我跟你打了 我是你的女朋友 你应该带我一起啊 让我知道 我跟你打了电话的 你当时正在上课 然后我就想把你马上叫过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然后我就让她 陪着我一起去 给你买生日礼物 因为不是前一段时间 李老师因为她跟夏恬 跟我两个吵架 这次嘛 我就想着 让我姐姐帮我参考一下 另外再买一个礼物 给你一个惊喜 所以说就瞒着 你没告诉你 是表姐吗 真的是表姐 亲表姐 亲表姐 她一会儿不出一个干解 一会儿一个表姐 我都不知道该不该信你 这也是道听途说 有你自己亲眼所见 或者经历吗 有啊 就是有一次 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了 然后我接电话 听的时候 一个大概三十来岁的女人 就喊我出去 叫我去见一面 我刚到约的地点 刚坐下 那个女的很直接 就说 小丽现在的事业 正在起步当中 然后我现在还是学生 不能帮助她 然后叫我离开她 当时就很偶像剧的 一个情节 发生到我的身上了 然后递了一张卡给我 就说这张卡给我 只要我和她分开就可以了 然后我当时没接 我就想 我什么样的一个女人 可以为了你第一张卡给我 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你别相信她 我当时很生气的都走了 你知道那个人哈 我知道 是一起去香港那个吗 是 哎呀 很厉害呀 什么关系 就是朋友关系 朋友关系 朋友关系 她为什么拿钱 让我们分开呀 第一张卡给我 什么意思啊 她帮你让我们分手吗 什么朋友关系啊 就是为了拆散我们吗 来姑娘 我有几个问题问你 不问她了哈 你们俩从认识到现在多久啊 就耍起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哦 他们交朋友 管交朋友叫耍朋友 是吧 重庆 重庆化 这一年多的时间 你觉得她的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从就是开始要找店铺之后 然后就开始转变了 其实以前对我还是蛮好的 反正我每次下课 她都会来接我 自从找到商铺后 她就一个种理由说什么忙 不能来接我啊 反正很少没来接过我了 你现在的想法是要离开她对吗 现在还是想跟她继续交往 把这些事情搞清楚 我现在的想法是想分手 刚才我们聊过 你说你不想分开对吧 对 而且我做这么多都是为了她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为什么你做这么多都是为了她 怎么叫为了我 这个出轨 可能这个男生和女生的想法 可能还是不一样 因为毕竟我才二十多岁对吧 现在吃点苦 为以后将来能够更好的发展 先有自己的事业 我觉得这样没什么错 而且如果说我身边周围有这样的 你有事也可以啊 为什么你要借着其他女人往上面走 我有这样的资源 我为什么不在意 资源就是陪人家 然后从中过去 那谁知道 我没有在你身边 每次你出去 说什么深圳香港的 我都不在现场 我怎么知道 你在读书吗 你又没时间对不对 出去就是和那个女的一起的 她是我老板 而且当时约我出去的时候 三十几岁的那个女人说 你们之前一直在一起 她说其实是她不介意我的存在 之前才说 一直没有找我 你们多久开始了 是我之前吗 还是我之后 你真的太有能耐了 想明确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在你自己的这个 用你的说法是 男人要在年轻的时候吃苦 是吧 对 你能告诉我 你现在吃的是什么苦吗 我 不管是什么样的苦 只要能够 就有人帮助你 现在 是说只要有人能帮到你 让你付出什么都行吗 除了生命 除了生命之外的其他东西 你都会付出 你的身体 你的灵魂 都可以 是吗 我觉得我没有出卖我的灵魂 从来没出卖过 对 我一直爱 你还没出卖 OK 好好 好 我们不去争辩 你听就好了 那些异性 在你未来的生意道路上 还有用吗 还有用 还要用多久 我不知道 可能 当我事业有成的一天 那你会选择 跟他们不再做朋友了 也许我会离开那个城市 为什么是离开那个城市 我想呢 毕竟换一种 换一种生活方式到手里 你的想法是 通过这样的努力方式 挣到了钱 把它带走是吗 对 它是你的真爱是吧 是的 你心里面只爱他一个 对吗 对 我很珍惜他 跟那些人只是一种利用 对吗 对 但是我不能接受 这种方式来爱我 这只会伤到我 对呀 所以你应该做出 你自己明智的选择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吧 来一起进入秋 有一句歌词叫做 爱你在心 口难开 我最讨厌的那句话 就是我这么做 是为了你 一个人为了爱人而出卖自己 和一个人以爱为名来背叛爱情 前者是愚蠢 后者是龌龊 但更无耻的是 明明是后者 还要把自己说成是前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了自己的爱人 出卖自己 听上去很高尚 但已经背离了爱情的本意 你已经不再忠贞 但如果明明是以爱为名而背叛 却要说成自己是 所谓高尚的付出 那就更无耻 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 是说在成都 有几个男人举着一盘在街上 说 男人太累 出轨无罪 就已经无耻到了这种地步 既然无罪 那帮男人干嘛要蒙着脸呢 还知道害臊 我几乎可以断定 现在你跟他是没结婚 所以他在外面弄那些个事 他说说 我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为了我们的爱情 如果你们俩结了婚 他还在外面弄一些个事 他马上就会跟那些男人 举的牌一样 男人太累 出轨无罪 一切都是以所谓的 爱和责任为借口 来明目胀胆地跟别人搞暧昧 但是我想跟男生说一句 错了就错了就承认 千万不要把这种 无耻下作的行为 说成是高尚的 对爱人的付出 一个大学生跟你在一起 没有嫌你贫穷 没有嫌你是一个摆地摊的 没有嫌你在财富上 不能给予他更多什么 人家一心一意跟着你 说实话 女孩子长得也不错 挺漂亮的 儿子弄成 女孩子长得也不错 女孩子过的 女孩子过程 不错了 我认开 讨论 女孩子过程 过程 女孩子过程 你和那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